屁股仔 嗨!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要來開箱一家火鍋 它有推出很多的大份量套餐 有很多的海鮮、肉品 而且它還是自助吃到飽 你點了一個套餐 就可以吃那些火鍋料、菜品 都是全部可以無限吃到飽 Google評論是4.9顆星 然後7000多個評論 感覺大家好像蠻推薦的 那我們就進去炒飯吧 Let's go! 現在直接來解釋 155盎司的肉肉爆掉 6人份155盎司的肉 感覺很適合全家大小一起來吃 然後如果你是一個人的話 然後它還有一人份的套餐 是299加一層 你就可以吃到飽 它那邊有很多的什麼炒飯、炒麵 還有一些... 剛才我看到的麻婆豆腐 299這樣就可以吃到很多種 感覺很划算 我幫你上一下海鮮喔 這次要跟手臂一樣 你手臂怎麼吃? 對,龍蝦燙大志 小方少二啦 還有肉 跟燒龍的挑針梯 超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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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花豬 米比利豬 米比利飯堡 澳洲和牛 而且這些龍蝦大的蝦都會幫忙剝耶 真的很貼心 很方便 這樣就不用自己剝 好像很好剝耶 因為它不是南波老師 這是我們的肥豬蝦 肥豬蝦 超大的 肥的跟豬一樣 這是我們的醃製蝦 醃製蝦 它連小隻的都會幫忙剝耶 就感覺是全家大小 或者是不想剝蝦的就可以來吃 大龍蝦拿去廚房幫你剪開 然後開肺這樣 我們就先來煮這個肥豬蝦 你點了什麼湯頭 今天點了壽小燒跟麻辣牛奶 還有竹筍雞 麻油雞 四種湯頭 現在算這個鵝牛 燙到了 燙到了要唱什麼 燙燙呼嚕呼嚕 燙燙呼嚕嚕 燙燙呼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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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尷尷了吧 它的和牛部位是油花沒有那麼多的 因為蠻多和牛 就是吃下去就感覺到是油脂的香氣 然後不用太有已經是入口即化 但是它的是比較有肉感的 有嚼勁 我喜歡這一種 這種就是可以吃多比較不會膩 然後又有肉的感覺 然後又甜味 其實我現在已經少了 我們把它嚼起來 真的很厚實 好像龍蝦一樣 這個很好吃耶 它吃起來很鮮甜 然後 口感就是真的像龍蝦那樣很彈 肉質真的很好 而且還鮮甜 這1比1豬也是蠻好吃的 吃起來新鮮以外 然後有一些 是那個油花是彈牙的 不是太油的那種 再吃一隻肥豬蝦 這次連頭都煮熟了 超好吃耶 對 ag吳 我們可以再吃一隻肚子 都煮湯 看著 跟翔蝦 這個 我可以想在蝦裡 這行腦 是 我覺得它竹筍雞真的是蠻好喝的 它整個湯裡面是雞肉的甜味還有竹筍的甜味 這個是麻油雞湯 麻油漆喝起來是比較清爽的 沒有很油的感覺 湯看起來就是輕輕的 麻油味不會到很濃厚 好 屬於清爽型的 比較推薦上一顆做筍雞湯 哇 好的蝦蝦 它是我們那個手臂蝦熬的肉 然後我們會取下來 因為它手臂熬非常的多飼養 這是錦繡龍蝦 錦繡龍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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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 太老狗了 它就只有我幾歲 今天也是幫忙 你底妝 好爽 你最不在意輸贏 在意笑 為什麼 為什麼 是蘇瑪赫 因為 蘇瑪赫 你看 店員笑了 吃好笑的 你們兩個都不笑 尷尬 為什麼我是公聖獻 因為我愛公聖 公聖很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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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尷尬了吧 大家知道 美式咖啡 女士不少 鐵式什麼 鐵式玉玲龍 鐵式玉玲龍 尷尬了吧 金繡蝦 我沒有吃過這種錦繡蝦 我覺得吃起來跟一般吃到的那個龍蝦 就是那個香味也蠻像的 剛才的肥豬蝦是比較更坦 但是蝦子跟龍蝦的蝦肉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差別 那現在你吃好了 謝謝 我覺得這一個是吃起來甜味比較重 然後彈度適中 然後蝦味也沒有那麼重 比較屬於味道比較甜的 波士對龍蝦 瘦其燒 手臂蝦 手臂蝦 給你看看 超多種類 手臂蝦吃起來就是軟軟甜甜的 它比較沒有彈牙的口感 還OK 波士對龍蝦 這真的很彈牙 我覺得這是目前對彈牙 它還有一點QQ的感覺 我們來沾一下醬 有一個好像是檸檬花生醬 說是適合沾海鮮 檸檬叫花生 我以為會酸酸的 結果沒有什麼酸味 這才蠻像吐司的那種花生醬 花蟹 花蟹幸福 來自哪裡 該不會是厚尼 厚尼蟹 這是波士對龍蝦的 煮瘦其燒的 感覺好像滷螃蟹 嗯 煮瘦其燒還蠻好吃的 味道比較重 有一點醬蟹的 兩盤海鮮還有兩個大肉盤 這個拼盤總共有十種肉 雞肉 羊肉 豬肉 牛肉 鎮牛 煮瘦其燒 我覺得肉煮瘦其燒都蠻好吃的 味道比較重 這樣就不用再沾醬 剛才前面有說過 壽喜燒是甜甜鹹鹹的 一般的是比較鹹比較多 這個是甜點 吃起來不會太鹹 我覺得大家如果來點的話 可以點一個 煮什麼地方的壽喜燒 然後一邊煮海鮮 肉的話就煮壽喜燒 就是不用再沾醬 味道一定滿好吃的 最後一個肥豬蝦 一口菜 現在超大一口的 有點咬不動 這是螃蟹 花蟹 吃起來是比較甜的 但是肉質是蠻軟的 西班牙松阪豬 松阪豬 松阪豬煮 湊一燒 沒有吃過 蠻好吃的 松阪豬也是彈牙的 這是 伊比利的扇子豬 蠻好吃的 這個口感比較燥 今天有笑話嗎 要講一個笑話 好再講一個 大家知道水餃要去哪裡淋嗎 水餃店嗎 沒有 是當舖 我們去當東西的那個當舖 因為要去當舖裡 當舖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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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一語小叫是 當舖裡 就跟那個語音教學一樣 底手 敲敲板 低手 大家喜歡諧音哏嗎 諧音哏對台灣來說是 A太少 B太多 D 四亮 D 過亮 大家覺得是哪一個 答案是D 過亮 因為D過亮 D過亮 D 這真的也很爛 越爛越好笑 現在吃上了這個 豬豆飯 我還加了麻婆豆腐 跟什麼 麻辣黃紅 還OK 滿像外面賣的牛豆飯 自己加料 培根豬 炒麵 還有這個 招牌炒麵 我覺得這很瓦帥 因為你一個人來吃 最低 299加1層 就可以吃到這些 下面那些菜阿 蛋阿 自助的飯 麵 跟一些角樂炒 還有這一集的雙切泥 好啦 今天就是來開箱這一家 火鍋自助的吃到飽 我覺得 跟以往拍的火鍋 我覺得它是海鮮 我喜歡程度是大過給肉品的 因為以前 大家都知道我比較喜歡吃肉 海鮮比較爽吃 但是我覺得它那些蝦 龍蝦類的 都是很Q彈 蠻好吃的 然後肉品也是不錯的 有大份量的可以適合 家庭聚餐 或者是很多朋友一起來share 然後那些自助都可以吃到飽 平均一個人也是蠻划算的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個人 他還是有299吃到飽 就可以吃那些自助的飯 一些角樂炒 然後雙麒麟 還有一些 外面比較沒有看到的飲料 大家如果有推薦的餐廳 或者是想看我廁所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就可能會去拍 如果喜歡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 並且開心 他會收到我上面的通照 想知道我更多資訊的朋友 可以搜尋我的臉書粉絲 還有Instagram 大家網上訂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還沒吃飽 還沒吃飽 乾杯 乾杯 尷尬了吧 嗯